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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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要给大家演讲的题目叫 题目是职业与性别 从毕业进入陆航开始 我至今飞过了一千万公里 但最紧张的时刻都比不上 刚才从后台走到这里的 零点零一公里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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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紧张 是因为我知道接下来的讲述 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些人一生的职业选择 听到飞行员这个职业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 这是属于男性的职业 机长应该是这样 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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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还是要是不会抵抗我 真的應該這樣嗎